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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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神秦 你照顾好我儿子 夫人 狄夫人 段将军 大帅 请郎中了吧 请了 怎么样 没死也没醒 将他们放了吧 大帅 敌人杰不能放 他可是 段将军 你想 他敌人杰 明知道伯州是个陷阱 他还要来 为什么 他是不将元帅您放在眼里 非也 他是向我表明 我的清白 敌人杰可是我妹娘的一条狗 他早已背叛了大唐 如果放他走了 我们是会后悔的 如果我们将这样的人杀了 会遭天前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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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你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公元六百八十八年 兵部尚书张光碧 以狼牙王杀害钦差大臣 拘押朝廷命官为借口 起兵围剿罗州 岳王李真之子狼牙王李冲 被迫开战 韩王李原家 鲁王李灵蟹 岳王李真 上荡公李申 黄国公李传 武林公李仪等李姓家族 纷纷相应 大唐历史上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混乱局面 老爷就真的要完了吗 真的要完了 这些皇室子弟 只凭一个李字作威作福 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用兵 大帝当前了 他们不说怎样团结奋战竟还争权夺利 两军一交战就溃不成军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万一有人知道你的底细 那可就真完了 不是万一 敌人家对我的底细了如指掌 他只要在太后面前打个喷嚏 我过乡城必死无疑 老爷 我们还是逃吧 逃 太子还在牢里 我怎么能弃处求生呢 太子 太子 您都自身难保了 您还管得了太子吗 管得了要管 管不了爷爷管 如果没有太子 那我们真的就完了 那我们呢 也要跟你一起 做些大堂的鬼吗 我自有办法 我多么希望狼牙王赐的那杯酒 真的放了巨头 那样我就解脱了 就看不到这尸痕变异 漫目创意的战乱局面 我曾经发誓 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阻止这场战乱的发生 但是我没能做到 我今天又一次体验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滋味 但是我不能气馁 更不能放任五成四 与张光碧的祸国之举 我一定要遏制 并揭露它 杀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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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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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弓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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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满为患 请大人设下 统统拿到荒郊野外 斩 遵命 走 快 快走 开走 快走 闪子 快点快点 大人 怎么 那是什么 那是怎么回事 看着 好像是张光碧的士兵 在处置被抓的俘虏 给我备马 大人 您看夫人伤成这样 都是狼牙亡害 咱还是别管他们的闲事了 杀人是闲事吗 备马 斩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你是何人 竟敢阻止我等 执行军务 大胆 此乃玉命钦差 敌人解敌大人 还不快跪下 曾经战斗 敌大人 救命啊 敌大人 救命啊 敌大人 敌大人 你们都起来 敌大人 他们是什么人 这些都是狼牙王 渝王手下的叛逆 末将是封大元帅之命 在此奸斩 他们有多少人 六七百人 这么多人都要杀 是 谁让你们在此滥杀 降兵的 敌大人 末将也知道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 都是被迫从军的老百姓 但是张大人说 他们追随叛逆 理当处死 下令斩草出根 除恶物尽 除恶物尽 我看是草菅人命 张大人呢 在大营中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再行滥杀 驾 驾 驾 住手 什么人 敌人解 原来是敌大人驾到 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请 敌大人 你被狼牙王囚禁 是九死一生 受了不少罪吧 听说 夫人也被他们骗去囚禁起来 还差一点丢了性命 狼牙王如此地对待你 他的人统统都该死 张大人 你知不知道 网杀一人 数敌十人 网杀十人 数敌一千的道理啊 两军交战 生死在所难免 如今这不是两军交战 是如何处置降兵呢 你的将士居然要将六七百降兵统统斩尽杀绝 为什么 敌大人 你怎么敢为叛贼说话呢 我不是为叛贼说话 而是为我们的江山社稷说话 大人 你还要杀多少人哪 这是我的事 敌人杰 本帅有军务在身 恕不奉陪 来人 送客 慢着 张大人 乱兵已降 不要再杀戮了 你知道这样 会给朝廷留下多少后患吗 敌人杰 知道你在跟谁讲话吗 当然跟你说话 张光碧 今日我算客气的 如果有上方宝剑在手 此刻你人头已然落地 你 傻子 走 大人 遇刺金牌在此如阵亲临 传圣上旨意 降兵降降 一律酌情予以安抚 赐予银两释放还乡 汝南 富州 守战争伤害 创伤难遇 免税三年 再滥杀无辜 阔害百姓者 杀无赦 敌人杰 你敢假传圣旨 遇刺金牌在此 你敢说有假 你敢说 又有何事啊 怎么这么火急火燎的 太后 五城寺五大人说有军情要事禀报 正在门外候旨 传他进来吧 遵旨 五城寺大人觐见 之臣参见太后 太后千岁 好了 好了 快说事吧 太后 张大人从伯州快马上书 请太后为她做主 哀家不看 你念吧 丁人杰借钦钦钦之名 在汝南骄横跋扈 不但假传圣旨 迫害功臣 且别有用心释放了数以千计 参与叛乱之人 使得军心涣散 民心惶惶 实在是为虎作伥 张大人觉得 丁人杰此举 亦在为狼牙王保存实力 企图再犯 你等等 你刚才说谁在假传圣旨 是狄仁杰 说说狄仁杰是如何假传圣旨的 他以皇上的名义 将张大人俘虏的 千名叛乱士兵全部释放 而且还发给他们银两 送他们还乡 张光碧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狄仁杰与狼牙王的勾结 太后 自古有功者奖 有过者法 狄仁杰反其道而行之 这不正是 是什么 接着讲 丁人杰假传圣命 威胁有功将士 还说 博州遭遇战乱 要免税三年 这分明是诋毁王师啊 将奏折呈上来 是 敌人杰有奏折来吗 上位已收到 太后 太后 要处罚的不是敌人杰 而是张光碧 太后 张大人平定叛乱 有功于设计啊 平定叛乱容易 若想从根本上 消除叛乱隐患 那就难了 在这点上 敌人杰比你们都聪明啊 尾林朝武士者 姓非何顺 地时微寒 西冲太宗下陈 曾以更衣入世 几乎晚节 惠乱春宫 前引先帝之司 阴图后房之壁 入门见急 额眉不肯让人 眼秀公缠 胡眉偏能获主 太后 狄大人回来了 家以灰颓为心 豺狼成性 剑侠携辟残害忠良 杀子徒兄 弑君振母 人神之所同级 天地之所不容 班生动而北风起 剑气冲而南斗平 阴巫则山月崩腿 叱叉刺则风云变色 以此之敌何敌不摧 以此屠宫何功不克 请看今日之狱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 你知道吗 这是徐敬业当年造反的时候 骆兵王为他所写的 讨伐哀家的习文 哀家一直非常喜欢这篇文章 骆兵王是个大才子 可惜啊 现在下落不明 不然的话 哀家一定将他请到京城来 给他一个大官做做 是是 你刚才说什么 太后 是狄大人回来了 狄夫人呢 狄夫人如何了 狄夫人此刻依旧昏迷不醒 人已回到了府中 传旨 请最好的御医赶到狄府 遵旨 等等 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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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咱回家了 妈 这些日子 你受累了 你不是想儿子吗 待会儿我给你教来 娘 娘 娘 孩儿回来了 娘 爹 娘怎么呢 是 小生息 你娘受伤了 太后 爹爱惊勉了 谢太后 哀家 是来看狄夫人的 谢太后隆恩 哀家 应该感谢狄夫人才是啊 不敢 我 最好的 最好的医医都到了 你放心吧 他们会有法子的 谢太后 你气色不好 累了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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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 这仗是不是打错了 是 是错了 你 你是说 太后 狼牙王根本就没杀钦差 你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是何人所为 是 兵不上书 张光碧 皇上龙体欠安 太后临朝听政 有本奏来 五本退朝 太后 太后 臣张光碧有本奏 讲 狄仁杰 以钦差的身份 在伯州胡作非为 假传圣旨 擅自释放叛逆之罪犯 臣以为他如此做 是在掌叛贼之气焰 灭朝廷的威风 臣恳请太后 严惩此吃力爬外之小人 以正朝纲 安定天下 敌人节 臣在 有人参拟 在伯州 假传圣旨 擅自释放 叛逆的罪犯 你有何话讲啊 恢禀太后 回禀太后 张大人所言 臣在伯州 假传圣旨 释放俘虏 却有其事 但臣以为 那些兵族 只是在军中服役的 普通百姓 是我大唐子民 不论岳王 狼牙王 千错万错 也不应该迁罪于这些无辜的百姓 如今战乱已平 汝南急需的 是朝廷安抚 而不是无情杀戮 先帝常言 水能在舟亦能覆舟 多行水涨船高之善 莫作水落石出之举 张大人于战后 滥杀无辜 胡乱株连 分明是想将载舟之水 变成覆舟之浪 这个是 又看到最新杀的 乱郎 是 封区 UK 上 尼可 各个罕冤 实乃有备于朝廷平乱安重之初衷 且于金殿之上 信口赐黄 祸乱人心 缴绕朝纲是可忍 孰不可忍 来人 在 太后 隔去张光碧官职 叫大理寺严查严审 太后 臣冤枉啊 入南以怨声载道 你还有何面目汗冤 待下去 是 太后 臣冤枉啊 太后 臣冤枉啊 太后 太后 臣冤枉啊 太后 臣冤枉啊 太后 众爱卿 朝廷 是百姓之朝廷 天下 是百姓之天下 只要我们能够仁义治国 能够善待天下之人 我们的江山社稷 就会安定祥和 反之 像张光碧那样 凶狠残暴杀人如麻 不把人命当人命 那才是导致再次纷乱的罪恶之根源 太后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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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快来人哪 我要借太后和迪大人 我有话说 我冤枉了 来人哪 我要借迪大人 来人哪 我冤枉了 我要借迪大人哪 我冤枉了 来人哪 来人哪 我冤枉 吴大人 张大人 你要借敌人劫干什么 你想说什么呀 吴大人 只要你救我 我什么都不说 我一定会守口卢瓶的 吴大人 张大人 你救我 这恐怕没有机会了 太后看你平平叛乱有功 赏你的权尸 请赏路吧 吴成四 你害我 我所做的一切 可都是为了你呀 张大人 你如今想为他们 戴罪礼工啊 晚了 吴大人 只要你救我 我给你做牛做马都可以 一辈子报答你 这不行了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我不说 我一定不说的 你放心 张大人 你很了解我做事的原则 我只相信死人不会说话 我只相信死人不会说话 吴成四 你是个卑鄙的小人 你过河拆桥 你这个小人 我即便做鬼也饶不了你 吴成四 你这个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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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爷 您先吃点饭吧 放那儿吧 老爷 您都两天没吃饭了 先放那儿 哀家听御医们说 夫人之病用针灸之法或许可以治愈 是 他们正在治疗 在这个时候 哀家本不应该让你分心 可是啊 晚朝文武之中 哀家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以完全信赖 可以诉说苦楚的人了 张光碧罪有应得 已经受到了惩罚 可是这一仗下来 哀家担心天下会更乱呢 这也是臣所担心的 哀家让你考虑的事 考虑得如何了 什么事啊 调剂师端的是张光碧不讲 可是这个王那个王的也并非良善之辈 他们整天都打着为贤儿鸣冤的旗号 兴兵作乱 太后 李贤太子确实是冤王的 他曾经亲自写信给狼牙王 写信 是啊 臣亲自送去的 那你一定看过了 臣看过 写的是什么 就一个字 和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一定要处理 哀家不能为了一个儿子 让大唐的天下也整天处在战乱之中 要想出一个办法 而且是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 太后 行了 此事哀家就交给你了 要管好自己的夫人 同时也要管好哀家的儿子 可是 恭送太后 老爷 郭大人来看夫人了 老大人 未曾远迎 还请恕罪 狄大人 狄夫人好些了吗 好些了 老您惦记 狼牙王行事太过分了 您请客厅用茶吧 不妨碍你照顾狄夫人吧 当然不妨碍了 有他们呢 请请 老大人 今日前来是有什么吩咐 还是有什么殉教啊 从前 老夫把你当朋友 是 可后来 老夫不得不改变了 你已然不是我的朋友了 可即便如此 你还是个君子 再后来 再后来 这个想法我也放弃了 你不但不是朋友 不是君子 在老夫心目当中 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下官皇公 老大人 您 您此话从何说起啊 你为了先为讨好 竟然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誓言 您说李贤太子吧 他如今好好地活着 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呢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 这不可能 老大人 您要是为这个事 尽管放心 这绝无可能 如今没有任何人 能够杀得了太子 那我问你 一老永逸 是什么意思 老夫想见太子 我知道你一定会答应的 先帝一直很器重你 李贤太子对你也非常地尊敬 你应该是一位知恩图报之人 您恕罪 下官办不到 老大人 自从假死事件之后 下官是不敢轻信任何人哪 我没有别的意思 您应该知道 下官若是答应这件事情 对您 对下官 都不好 您是朝廷的顶梁柱啊大人 您别再给自己添麻烦了 老夫可没有想大张旗鼓地进太子宫 可是老大人呢 监管太子的御林军中 耳目众多 这可是瞒不住的呀 你一定有办法 老大人呢 即便是下官不在乎 可是 可是此事一旦传出去 您的处境 会立刻变得很危险呢 这对老夫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你看 很危险 可以 你得着 也不可 你得着 人家 TEX的 痛苦 忍手 你得不不得了 不ados 你得二人 要你得到 你得到 你不说我不说 太后怎么会知道 狄大人 你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没关系听我的吧 一切由我来承担 这 郭大人 我给你半炷香的时间 见了面就赶紧出来 多谢狄大人 跟我来 太子 太子 老师 太子 臣 未能救太子于危难之中 所以敢万死 老师 老师 您快起来 您快起来 太子 我 这不是您的错 老臣 愧对先帝 出托 又不能尽臣辞之责任 老夫实在是 无言苟活在这世上 老夫愿与太子 干枯与共 同生同死 不行 老师您千万不能死 李贤尚有一桩心事未了 正想找一可靠之人 太子 请假 我知道了 自己死期已尽 不可这也没什么 铃鱼之人早已将生死之事 看得很淡了 但我最担心的有两件事 一是玲珑姑娘 而是我怀孕的妻子 她们是无辜的 不应该受到我的牵连 玲珑姑娘依然逃走 可太子妃 至今还被关在一处偏院中 她就要分娩了吧 与臣的妻子一样 恐怕就在这几日了 老师 受李贤一拜 太子 这可遮伤老人也 我想请老师帮忙 一定要设法保护我的孩子 太子放心 我保证 这款玉珑 是当年新帝所留 请老师将它交给我的孩子 如果李贤的孩子 与老师的孩子是一男一女 我希望他们结为夫妻 如果他们同为男孩或同为女孩 我希望他们结为异性兄弟或姐妹 我一定会把孩子抚养成人 将来为太子报仇 不 千万不要再谈报仇之事 请再受老臣一拜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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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笑望红尘千秋 只有才情如歌 画面的鸿铭成白 是非对错 这一生执着 黑与白看分明 活得自在撒拉脱 天地人间金歌铁马 画一探醉作脱 笑望红尘千秋 只有才情如歌 画面的鸿铭成白 是非对错 这一生执着 黑与白看分明 活得自在撒拉脱